不仅仅留下四大发明和渊远流长的文化底蕴 还留给我们众多民间俗语 如两腮无肉不可教 眉上一根肠能抵万蛋粮 女人颧骨高杀肤不用刀等等 这些俗语都包含了智慧 今天咱们说一说 女人颧骨高杀肤不用刀这句俗语 颧骨就是脸部眼眶下方的骨头 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 如果妻子的颧骨过高 丈夫就没好日子过了 妻子颧骨高为何影响到夫君呢 一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遵循男耕女支的家庭分工 用现在的说法就是 丈夫需在外耕种养家 妻子就得留下家中仿之相夫教子 所以这样的家庭结构中 男性是主要的收入来源 在一个家庭单位中占主导地位 而女性占从属地位 由此模式还发展出了女子三同四德的道德规训 三从是夫嫁从夫 即嫁夫从夫 夫死从子 四德是富德 富严 富荣 富公 由三从可见 封建社会 要求女人在家 从夫 女子无才 便是德 二是在面相学上看 面相学认为 高颧骨的女性 个性强 多半是强势的人 面对外表显得强壮的女性时 很多人会觉得和这种女性结婚一定不妙 所以当人们发现一个个性比较强的女性 同时又是颧骨高的话 就让很多人更相信 女人颧骨高 傻夫 不用刀这句话了 是想在以男人为顶梁柱的古代家庭中 女性的性格强势 对丈夫没有俯首低眉 这是有为旧社会刚常的 女人一般都是在家相扶教子 一旦女人掌权 女子在做决定时 不如男子沉着稳重 思虑周全 在处理日常家庭纠纷 外部事务时 在利弊得失 家族利益的把握上 难免有时偏颇 往往是越管越乱 也就有了女人当家 防倒不塌一说 当然 这也是古人的一厢情愿 从这句俗语 我们不难看出 古人的智慧 有时候真的不成气我 读一读古人智慧 可以让我们 取得很多经验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月影 关注我和我一起传承